老年高血压患者应该如何选择降压药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把这个话题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视频不长,大家耐心听完 首先说,老年高血压患者仍旧是高血压的主力军 本身的高血压就是老年性疾病 那么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血压 比如说高压大于等于140,低压大于等于90 只要其中一项高了就可以初步考虑是高血压 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刚刚步入老年阶段65岁到75岁之间的这些人 可能血压高于140,90就要考虑降血压 而对于一些老老年75岁以上的这个阶段的人 可能比如说血压更高一点150,90也可以考虑开始降血压 那么如何选择降压药呢 这是广大的老年人特别关注的这个知识 其实呢,张大叔在这方面给大家总结为五类人 说白了,老年人的高血压 他除了要讲选降压药 还要看他的合并症 选择更加适合不同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这个降压药 应该从自身情况出发 我分为五类人给大家讲 第一类就是高血压合并有糖尿病的老年高血压患者 应该说只要没有禁忌症 要首先考虑普利类降压药或者沙坦类降压药 当然普利类降压药在中国人中容易发生咳嗽 所以说沙坦类降压药是一个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药物 第二类,如果说高血压合并有冠心病 比如说发生过心梗 这时候要优先考虑 β受体组织剂 就是米托洛尔、比索洛尔这一类的药物 同时呢,普利类沙坦类的药物 只要没有禁忌症也是优先考虑的 当然对于那些冠心病仍旧有心脚痛发作的呢 可以优先考虑敌瓶类的降压药 第三类人呢 就是这个高血压合并有心衰的 对于这些人来说 只要没有禁忌症 我们尽量的优先考虑 普利类的降压药、沙坦类降压药、β受体组织剂 就是美托洛尔、比索洛尔这一类的降压药 含有的罗内脂 主要目的就是改善心衰 当然,最近沙库八曲、斜沙坦 这个药也逐步的除了它的适应症 以前是收缩性的这种心理衰竭 以后呢,像舒张性心理衰竭 像高血压它的适应症逐渐放开之后 这个药也是一个可以优先考虑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第四类人就是 高血压合并有肾脏疾病 它只要是肾功能啊 还是没有那么恶化到 这个慢性肾脏疾病四期以后 可以优先考虑沙坦类和普利类的这种降压药 主要是它可以降压同时减少尿蛋白 而对于那些已经到了慢性肾脏疾病四期以上 也就是EJF2低于30的这种肾脏疾病患者来说呢 普利类降压药、沙坦类降压药就不再推荐了 一般来说呢 像狄瓶类降压药、像素尿、像阿罗洛尔 这是比较首选的 最后一类人呢 就是高血压合并有前列腺增生的老年男性 对这类患者可以在睡觉前优先考虑α受体组织剂 就是特拉作琴这类的药物 主要它是既改善前列腺的症状又能降血压 但是注意吃这种药 要注意体位性低血压 要监测立位血压 尤其是呢 还要注意从小剂量逐步开始 以免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 实质上对于广大的老年高血压患者呀 应该说 大家最好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根据自身的情况 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降压药 因为呀 往往这个降压药除了降血压 它还兼具有一些其他的保护作用 比如说改善心衰 保护肾脏 改善这个胰岛素抵抗等等等等 所以说大家平时注意 千万不要到小区里 或者说听同伴一说 怎么怎么样 哪个降压药我吃挺好 自己跟着人吃 人家吃着合适 未必适合你 最好的方法还是找到专业医生 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药物的调整和药物的选择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到 手机前面广大的老年高血压患者 如果大家觉得好 可以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盈大夫